师父您好 您好 现在这位同修是我们广东佛山过来的 想请师父看一下2014年的小孩 男的属马 看他的身体 2014年属马 脑子啊 脑子出毛病了 脑尾缩 对 三个月 出世三个月的时候呢 就是发低烧 那么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以后呢 挂盐水 吃药 好多医院都查不出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告诉你 就是那种 我们说缺乏某一种元素 也就是说在怀孕的期间 就没有长好的 在医学上讲 是像一种脑元素缺乏症 这种症呢 就是让孩子呢 不会讲话 四肢 会瘫下来 所以人 骨头撑不住 因为他的血液循环不好 这个病就是这样的 明白了吗 那么三个月以后到现在为止 都是停止那个生长跟发育 很大的问题 你先这样吧 你先叫他一共要念两千三百张 小房子 好的 好吧 放多少鱼 放多少条鱼 一万八千条 好的 叫他慢慢放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求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病 人间很难看 只有观世音菩萨慈悲 如果哪一天他做梦做到 他妈妈做梦做到 观世音菩萨给他这么一加持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如果求不到观世音菩萨来 求一个等级稍微低一点的 差一点的 感恩师父 穿一件西装来 感恩师父 如果做梦做到这个人 他也有救了 然后呢 接下来再问一下 这位同修呢 之前就是念了 许愿二十一张小房子 是超多他堕胎的英灵 然后呢念到最后一张呢 就是梦中有人跟他说 就要跟他走 把他带走是吧 对 我刚刚就想说了 他如果不学佛不念经的话 我告诉你 还有半年时间 就走了 谢谢师父 所以叫妈妈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个孩子本来就是来还命的 所以如果你要现在拼命的求啊求啊 一个是用很大的力量把它留下来 还有一种他走了之后 你好好给他超度 你很快又会怀孕 第二个出来一定非常的健康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是不舍得这个孩子 那你只能尽自己的努力 拼命的念经 看看 知道了师父 能不能给他加持 这位同修 这一胎是第二胎 就是这样 要叫他当心一点 请问他 请问师父 他家里的佛台 菩萨来过没有 佛台不好 他家里佛台靠进了门之后啊 他这个佛台啊靠右面 这个右面的气场很不好 是 是 鼓掌 谢谢 他家里的佛台靠右面 我还没有 他还没念 那么两百多张怎么来的啊 他是为他小孩念的了 他爸爸 到他们家 是他爷爷 他的爷爷是吧 他的爷爷到他家来过 你问他 他们家里有人做梦做到过的 爷爷回来 我做梦做到了 就是做梦的时候 这人台长帮我看图堂 然后跟我说叫他回家 我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听见了吗 没听见啊 所以我告诉你们 死掉的人没有死 他一定活着 他看得到我们 只是我们看不到他 所以 永远不要在人间自己太难过 否则你的亡人也很痛苦 所以好好念经给亡人 亡人在天上 他也会保佑你们的 对不对啊 谢谢师傅 那么到底这位小朋友身上有没有 你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了 小鬼逃出来了 他的眼睛就是个小鬼 知道了 看看你就知道了 你晚上不能看了 晚上盯着他眼睛看 谢谢 你要抽筋的 抽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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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这位同修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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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